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继续说Waves的上手教程 今天要说的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压缩器 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课程 纵观Waves里面的一些效果器 我觉得可能就是EQ和压缩品种也是最多的 给我们的一个提示就是不同的压缩 或者不同的EQ对声音的染色 对声音的处理 虽然在原理上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出来的效果还是有区别的 要不然的话也不会需要那么多的压缩 今天我们要说的 这个叫做DBX-160的压缩器 我们直接可以对左声道或者右声道 分别的去压缩处理 这个压缩器其实它没有太多的一个 在压缩的形式上面没有太多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染点 它只不过最多的一个优点 它就是把左右声道给分开 那怎么去分开呢 它默认的情况下的话是 这个是一起调动的 compromode 这个你调一下 调到多 它就可以左右分开来单独去调节 下面这个我们一会来说 我们直接先说上面的 我们还是调到这个左右link的状态来说这个效果器 第一个选择 叫做预值 Compression 这个是一个压缩量的一个调节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压缩笔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输出音量的一个调节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这边是三个切换这个仪表盘显示的内容 VU盘显示的这个内容 一个是input 切到这个按钮 这边的仪表盘就显示着输入进来的音量 也就是没有被处理过后的一个音量 output就是显示我们处理以后它总体的一个音量的范围 这game change就是我们使用这个效果器以后 它的一些变化的一个音量 这边有collapse这个按钮 就是一个收和一个开 打开有下面这些调节 这个是stereo 控制立体声 主要我们点这个的话 我们上面这个按钮也会同时的左右声道一起调节 多的话我们就把左右声道一起分开来去调节了 这个ms中制声道和旁制声道分开来去调节 我们切换这些按钮的同时 这边的按键的显示也都会有一些变化 我们现在是ms这个档位 我们看到input就是m input就是s 我们切的多的话就是l r studio也是一样的l r monitor就是left的话 我们就是只听到左声道的声音 right的只听到右声道的声音 stereo就是一体声的声音 mono就是一个单声道的声音 正常情况下我们还是都调节到stereo这个形式 input l input r 大家都很理解 这个就是左右声道 我们单独分开的去调节 因为我们现在是调到这个是stereo的选项 所以我们动l和r的时候动一个旋钮的话 左右都会一起动 让我们敲换到这边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分别调节左右声道的音量 同样这边是左右声道的一个干湿笔的一个调节 最后是一个loids 底噪 增加一些模拟底噪 然后我们这边还可以增加一些highpass 这两个按键我们分别可以给左声道和右声道增加一些滤波 这样子的话 这个效果器我们今天算简单的讲完了 它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左右声道分开来去压缩 如果你的左右声道的音量的话 或者你的这个动态的话 这个起伏比较大的话 通过这个效果器 就可以解决一些其他的一些压缩器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 好了今天我们的视频到此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